对于一个专业的网络营销者来讲,一个网站或者博客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网站不但可以带来广告收入,联盟营销佣金,还可以作为Landing Page的载体,并向YouTube和社交媒体网站提供外链。 无论是网站还是个人博客,其核心内容就是营销软文。 在以英文为主的互联网营销市场中,无论是软文的写作、电子邮件的编写,还是Landing Page内容的写作,都要求我们有一定的英文能力。 英文营销软文的写作,对于母语是汉语的我们,是有一定难度的。 即使对母语是英语的人来讲,如果想要写出一篇五千字以上,而且完全原创的文章,也要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 所以,因为语言的障碍,导致很多人放弃了开通英文博客的想法。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AI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写作机器人,也叫AI Writer,可以帮助网络营销者快速生成一篇可读性强,且经过SEO优化的营销软文。 你只需提供文章的标题,AI Writer就会基于大数据和预设程序帮你快速生成一篇文章。 尽管此类网站非常多。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主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名为Anyword的人工智能写作网站,以及通过Anyword赚钱的三种方法。 大家好,小薇为你带来2022年最新网络赚钱方法和技巧,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并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每个赚钱机会了。 进入到Anyword的官方网站,点击右上角的注册按钮,并进入到注册页面。 你可以通过自己的Google账号直接登录,或者免费注册一个账号。 如果你是新用户则会获得7天、5000字的新人奖励。 点击开始,我们需要完成一个简单的调查问卷。 首先,你可以选择你的工作类型,以及选择主要用途。 然后,选择公司规模和选择信息来源,即可完成调查。 现在,进入到后台页面。 点击左侧Blog Wizard选项,我们就可以开始文章的写作了。 我们首先尝试写作一篇关于生酮饮食和减肥关联性的文章。 点击新建一个Blog Post。 第一步,我们需要简单地描述一下这篇文章的内容。 例如,This blog is about how to lose weight on ketogenic diet, 也就是如何通过生酮饮食减肥。 然后在目录一栏选择Weight Loss。 点击进入下一步,系统会为我们自动生成多个标题。 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最适合的标题。 如果你不想使用以上几种标题,也可以手动输入标题内容。 完成标题的设置,进入到下一步。 在Outline一栏,Anyword会为我们自动生成一个大纲目录。 我们可以看到,Anyword把这篇文章分为了七个部分, 详细地描述了生酮饮食和减肥之间的关系。 同样,你也可以对段落进行顺序的调整, 以及添加新的段落,删除不需要的段落。 进入到下一步intro paragraph,也就是文章的简介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Anyword已经为我们自动生成了一个简介段落。 这个段落的条理清晰,内容丰富,语法词汇运用准确, 非常适合阅读和搜索引擎抓取。 如果你对这段文字不满意, 也可以点击右上角的按钮重新生成一段文字。 现在,我们就完成了标题、目录、简介的前期设置。 确认无误后,点击进入到下一步。 在文章的写作部分,系统会按照段落为我们生成文字内容。 点击Generate按钮,即可自动生成一段文字。 如果你想更换文字内容,你只需在右侧点击Refresh, 添加关键字,选择段落的长度,即可获得一段新的文字。 除了使用自动生成的内容,你还可以手动添加新的段落。 例如我们可以添加和联盟营销相关的内容。 按照这个方法,我们就可以快速获得一篇原创性强,且适合阅读的文章。 点击右上角保存按钮,即可把这篇文章保存到电脑上。 此类营销软文适合发布在个人博客或者Medium等平台。 以Medium为例,我们可以把刚才生成的文章发布到Medium, 然后在文章中添加推广链接,就可以从Medium获得流量和订单了。 进入到Clickbank,搜索Pito关键字,然后选择一个热销的生酮减肥类商品,例如CustomPito Diet。 完成了商品的选择,我们只需把推广链接插入到Medium文章中,点击发布文章即可。 按照这个方法,我们还可以通过Anyword生成更多类型的文章。 添加上推广链接,然后发布到自己博客或者各大软文发布平台,即可获得佣金提成收入。 除了自动生成营销软文外,Anyword还可以用来生成社交媒体广告。 只需一键点击,Anyword就可以帮你在Facebook、Google、LinkedIn等平台制作高转化的文字广告。 如果你想制作一个专业的Landing Page,也可以借助Anyword完成着陆页内容的制作。 而且,你还可以利用Anyword完成电子邮件的写作、社交媒体平台内容发布,以及各种类型的文本编辑和写作。 除了以上方法,我们还可以利用Anyword的人工智能写作能力,在自由职业者平台Fiverr赚钱。 打开Fiverr,我们可以在Articles and Blogposts,也就是文章写作板块,看到有很多卖家在出售文章写作的技能赚钱。 有了Anyword这个强大的工具。 即使你不懂英文,也可以快速通过人工智能写出一篇基于SEO优化、无语法错误,且可读性强的文章。 选择其中一个服务。 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卖家在出售I Will Write SEO Article or Blog of 500 Words in 24 Hours的服务。 也就是经过SEO优化的博客文章写作服务,500字收费5美元。 这位卖家已经出售了接近1000件的服务,17个正着进行的订单,获利在5000美元以上。 此类服务的赚钱模式也是非常简单的,你只需在Fiverr发布一个文章代写任务。 在接到订单后,联系客户并获得文章的标题、关键字。 然后通过Anyword的人工智能写作功能,只需几分钟,就可以快速生成一篇文章。 此项服务在Fiverr是非常热门的,操作也很简单。 而且,你可以充分利用Anyword的新手奖励,获得5000字的免费试用额度,并为你带来50美元以上的收入。 如果你还没有Fiverr卖家账号,可以点击视频下方链接观看具体操作方法。 在Anyword的试用期结束后,如果你需要经常使用Anyword,则需要购买不限字数的高级服务。 如果不想付费,也可以使用新的邮箱注册,并多次获得7天5000字服务。 总之,如果你能正确使用Anyword,就可以提高网络营销效率,并获得各种类型的收入。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并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欢迎大家观看本频道的其他赚钱方法。 再见。